這個玩有點美耶 三指輪 各位觀眾 剛剛拿到的NOVATU 嗨 我是個人 我感覺NOVATU好像剛剛開箱沒有多久 NOVATU就來了 真的是 三萬個抽手不可 你們也發布會剛剛才結束了 雖然是沒有講馬來西亞價錢 但是我猜它是1700、1800到2000左右 畢竟它是一個ZDRAGON 7系列的778G處理器 中端系列 加上它是一個4G手機 所以大概是這個價錢的 所以這次NOVATU主打的就是三個東西 第一一定是顏值 第二就是輕薄 第三就是拍攝 你看到這顆大大顆的鏡頭嗎 我是MP RYYB 等下你們就等了 這次這個9號色我個人真的是蠻喜歡的耶 蠻蠻的GRAID你看到嗎 我真的是喜歡這種復古顆粒感耶 它看起來很粗糙 可是它摸上去是滑滑的 9號色啊 整個是用不同的藍色做BASE的 比較深的藍 比較淺的藍 光打下去的時候它有點pain color 但是又有一點purple的喔 很難形容我發現喔 它每一袋什麼耗色什麼耗色喔 都蠻難形容一下耶 老實講啦 設計NOVA9跟NOVA8 其實已經是90%這樣了 兩台放在一起喔 我不看顏色喔 很難分出來一下的 兩台都是相機左上角拍得多形狀 下面NOVA logo 所以設計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講啦 要講咯就是那不同的10% 就是質感還有鏡頭的排法 那給你們看看NOVA8的霧面材質 我印指紋上去 因為喔是霧面MAT的 所以指紋不會明顯 but是印到也看得到的啊 但是NOVA9看啊 麥果 手指印啊 喂我這樣努力了 不要講手指印喔 化了妝啊 連粉底弄到啊都沒有RAS啊 因為這個AG喔是磨到比較糙的 所以是非常抗指紋 完全一個指紋都印不到上去的 可是NOVA比較貪心喔 它出來的抗指紋 它又要有亮澤感喔 所以他們在底下又做了一層墮膜 所以當有太陽照到的時候 還是很bling一下的 至於鏡頭的排法 NOVA9的整個鏡頭模組會大一點 用了一個圓圈 把下面三個鏡頭加flashlight圈起來 就形成了兩個圓圈 這樣我是覺得比較symmetry 比較balance一點啊 然後上面主鏡頭呢 就多了一層銀色外圈 它們叫做星耀環 那這邊呢有一個小細節 是我後來才發現的 就是鏡頭吐起來的這個邊邊的位置 之前NOVA8列是全黑 沒有特別設計的 可是NOVA9有特地配了9號色 做成了藍色 看起來就會比較美 這台NOVA9喔我拿上手摸一下 我感覺它特別特別像P30 Pro 微曲面屏 中間的一個打孔屏 這個重量也做到算是輕薄的 175g 7.77mm 輕 薄 掌控感也是非常好 屏幕 6.57寸OLED屏 其餘參數也是比較好的 120Hz的刷新綠拉 300Hz的採樣綠拉 P3廣色域 HDR10 10bit 電池4300mAh 充電速度66W 38分鐘就充了 處理器778 778我是Qualcomm的一個中高端處理器啦 它的定位中端性能雖然沒有靠近旗艦 但是它也算是一個好的處理器來的 日常運作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要打Game的話也是OK 加上它的功耗穩定喔 所以它的電池續航上面也是有所保證 前面該講的配置我們已經講完了 我知道你們很想看拍照實際了對不對 但是咧 我們先快快recap一下相機參數先 最大顆的50MP RYYB主鏡頭 8MP廣角 2MP景深 2MP微距還有一粒 Flashlight 這顆鏡頭就有點特別啦 RYBB RYYB RYYB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上一次看到它是在華為P30 Pro身上 簡單來講 RYYB排列就是可以增加CMOS的進光量 就是說夜景表現喔 會更加強的 但是它的底是1.56寸 所以我也不懂發生什麼事情 Anyway我們直接看Sample就懂了 先來看一組夜景照 比如說這個不是很暗的夜景照 當時候大概7點鐘 整體看上去完整度是挺高的 天空顏色優化到特別漂亮 特別藍 但是如果要講的話 它優化出來的藍其實是偏深藍 跟肉眼看到的是有出入的 而更加暗的情況下咧 牆壁燈光處細節也算可以 噪點也不多 可惜咧就是沒有光學防抖 所以用Night mode拍的時候 比較容易糊掉 塗抹感也比較重 而室內夜景照其實表現真的不錯一下的喔 色彩表現很好 既然有RYB叫我們直接來個 夜景照出的Mac吧 把全部燈光掉 剩下一小盞微弱的床頭燈光 其實喔 肉眼看都已經沒什麼看得清楚的啦 咳咳 原來是一朵黃色浴鏡香 但是有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NOVA9的夜景模式牌 和普通模式牌出來的效果竟然沒有差別 那其實也就是說我用普通模式牌就可以了咯 至於白天的照片可以講是完全沒問題 光影處理到位 色彩表現也是還原到蠻好的 細節什麼的也都不錯 你們自己看吧 自拍的話呢 32MP 這次要講就是美顏模式多了幾個選擇 像是磨皮啊 陰影啊 膚色啊 可以自由調節 不像之前喔 這樣敷衍直接給你一個beauty就收工 前置的後置鏡頭呢 都支持HD算法 所以就算背著光拍照 你看 背後天空幾乎曝光到只剩下白色了 咔嚓 看一下成品先 你看它的軟件呢 是會自動優化 把背光照變成no背光照 後置也是一樣自動把天空變出來了 另外前置鏡頭也一樣支持夜景模式 說到底其實也就是使用屏幕打光去增加精光量啦 搭配HDL算法加美顏模式 人臉拍出來其實就極美一下的喔 接下來就輪到拍video啦 Nova9的前跟後鏡頭 都支持4K30針的videorecording 不得不說 我覺得Nova9 video顏色調教上面做到蠻美的耶 你看這夕陽 這天空 還有飛起來的透光髮絲 而且喔 4K可以把人臉上面的細節全部拍到一清二楚 後期edit的時候你crop了 你放大也不會萌萌 壞處就是 什麼鬼都看到 你看我的兜兜 有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就是自拍vlog到一半的時候 啊 突然看到前面風景很美 是可以馬上立刻換去後製拍的 video是不會stop的啊 無論是1080p或者是4K模式下都可以這樣子換 我覺得對想拍vlog的人來講很實用啦 有時候你拍到一半你要換鏡頭 你一stop了可能你就來不及拍到重要畫面了 立刻換其實還蠻好用的 然後如果我就要看前面的茅草的話我就 登登 很漂亮的茅草 嗨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 打開vlog模式選擇picture in picture 就可以前置拍下小小哥的自己出現在左下角 然後後置同時拍風景 同時間進行同時間錄製 就是vlog模式 可以看到我一個小小的哥子在下面 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很多風景 登登登登 或者換去dual view模式 這個模式其實也不是新東西 在nova7層上已經有了 它跟picture in picture有一點異曲同工 只是畫面就更大了 然後配上nova9鏡頭畫質就有所提升 接下來表演magic 那看到嗎手機在那邊 我沒有remote什麼都沒有啊 magic來了 是用我手錶拍的啦 Nova9我可以用華為watchery遙控拍攝 而且watchery還可以直接在上面check回照片 加上我之前教過你們怎樣用freebuts來連接錄影 拍照 remote 收音 就整套vlog器才settle 那我想我們這次就不講這樣多啦 下一集才另外跟你們分享啦 那後置鏡頭拍video又怎樣咧 這麼暗的情況下咧還是可以的 畢竟有RYB加持 可惜啦燒了光學防抖 所以當跑起來拍的video真的是 很遠 不建議拿來拍動物很大的video哈 有一個缺點就是後置拍video在4K模式下咧 是不能做到60幀啊 只有1080p才可以60幀 總結來講咧我覺得nova9其實目標蠻明確的咧 它的中段性能然後專門主打喜歡 顏值啊拍攝啊質感啊手感的一些買家裙 我自己體驗了幾天的感受就是我覺得 它造工真的很好耶 尤其是這個藍色真的很毒 你們自己去實體店看看啊 一定是跟我現在video看過來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很精緻 而且後背這個粗糙的磨砂感喔 又不沾指紋又blink喔 主打的拍攝效果也不錯 但如果你是喜歡美美的手機 喜歡拍照喜歡拍video的話 你們可以選它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注重性能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選一個更高級別處理器的手機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是可恩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